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妮 今天我想要來分享一下我和Avalon老師學習兩個月之後的心得 遇到Avalon老師之前呢 我在我的靈性道路上已經有兩年左右 但是我感覺我懂了很多靈性的知識 就是看過很多書和其他的老師學過 懂了一堆理論的東西 但沒有真正的融入到生活裡面 就是還是一直被同樣的事情激活 然後有同樣的模式在上面走不出來的感覺 就很沮喪很frustrated 然後遇到Avalon老師之後呢 他教給我說之所以會這樣子 是因為我的能量沒有感傷我的靈性的頭腦 所以我有很多以前的創傷啊 還有沒有被處理的情緒 沒有被完成的情緒 他一直壓抑在我的身體裡面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真正的走上我的靈性道路 那和Avalon老師在一起學習的這兩個月呢 他就幫助我真正的走入到我的內心 我的內在很深很深的潛意識的層面 然後把那些創傷沒有面對的情緒全部挖出來 然後把它清理掉 就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我上完這些session之後就感覺整個能量長清了非常多 而且我最大的轉折點就是 我最嚴重的兩個問題就是我和我媽媽的關係 還有我自己在感情裡面的一些模式 那我跟媽媽一直都是關係很不好 會經常吵架 彼此沒有很理解 那和Avalon老師做完療癒的課程之後呢 我發現我不再對我媽那麼的不耐煩了 而且她平時像上週她說了一些平時會讓我非常非常生氣的話 但是上週我聽完一點反應都沒有 我自己都震驚了你知道嗎 就是從來都沒有可以不反應 但是上週我居然沒有反應 而且Avalon老師也教導了我怎麼樣跟我媽去有效的溝通 然後我用她的方法跟我媽溝通之後 我覺得我們的關係真的變得親密了很多 我現在可以說我跟我媽的關係很好 就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如果幾年前你告訴我我跟我媽的關係會很好 我都不會相信你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然後我自己在感情裡的模式呢 我覺得以前我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有多麼的嚴重 然後也可能是因為這個模式真的上演了太多太多年了 所以我有點有太多的動力 還有就是太多動力 我感覺沒有辦法把自己拔出來 但是Avalon老師就讓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以及幫助我從更高的視角來看這整件事情 然後就給了我很多的動力還有力量去做出真正對我自己有意的選擇 然後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當我做出了這些非常難的 但是對我很好的選擇之後我感覺內心有了很多的力量 就是終於發現我比我的模式要強大 我可以真的跳出我的模式 然後現在我就感覺整個人就快樂輕鬆了很多 然後也覺得自己有了很多信心可以基本上面對任何的東西 因為我已經面對了很多很難的事情 然後也做出了我以前覺得對我來說太難的選擇 我都做到了 所以我現在就有很多的信心來迎接將來 然後也覺得我現在是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那我就可以一步一步的變成最好的自己 所以謝謝Avalon老師讓我也推薦還有鼓勵 所有想要改變自己人生的朋友們來找Avalon老師 他真的很棒 謝謝 謝謝Avalon老師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